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跟媒体进行例行的查续的时候 有记者就问到说 总统赖清德下半年有没有规访话要出访呢 那么另外我国总统寻惯例 其实出访经常会过境美国 适逢今年11月美国总统要大选了 那么会不会担心过境会有一些影响呢 林佳龙在昨天是回应说 相关的出访都在规划 确实有时候会过境美国 好这番回答就被外界解读是 林佳龙证实了总统会过境美国 这可非通小可 今天外交部就特别出面澄清 我们再来听 基本上呢外交部寻例规划下半年度的各项工作 那有关总统的出访事宜呢 目前人在规划阶段 有关于这个出访的地点跟时间都还没有定案 那寻例呢外交部也会将相关的规划呢 送成总统府参考 后续如果有定案的话呢 也将由总统府对外公开说明 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 总统出访时间地点都还在规划当中 都还没有定案 后续如果有定案 也是由总统府统一对外说明 外交部特别呼吁外界不要过度解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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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